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我是今天的主讲老师,朝代老师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课程是热门产品分析 我们继续来看互联网地图类的产品 我们找了两款最热门的两款产品进行分析 那么没有什么悬念 那么提到手机地图 那么大家最熟悉的两款地图 也是目前市场份额最高的两款地图 分别是百度地图和高德地图 我们先从战略测量的角度来看一下 两款地图有哪些一同 那么从slogan来看 那么百度地图的slogan叫做出门就查百度地图 那么高德地图的slogan是导航专业数据准确 那么从这两个slogan来看 就能够分辨出两家地图虽然都是做地图 但是他们的发力点和特点不太一样 先说百度 百度它的slogan主要突出的就是出门 也就是说百度地图认为 只要用户出了门就应该用百度地图 那么这个时候他没有把这个局限在出行 没有把它局限在导航 而仅仅把这个角度选在了出门 你出门有可能是去一个墓地 你有可能出门是去见客户 你有可能出门是去吃饭 是去娱乐 所以说出门要比出行范围更加广阔 所以说百度地图虽然说它叫地图 但是我们现在从它的这个页面和功能上来看 它不仅仅是地图 而成为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入口 那么百度几大重点的产品 手机百度 下面就是百度地图 百度地图成为了百度系的一个重要的产品 那我们再看高德地图 高德地图的slogan呢 叫做导航专业数据准确 那么刚才我们也讲了 那么地图类的产品用户最看重的是什么 最看重的就是准 所以说高德呢 把这个slogan重点打到了这个准上 那么前面说到了这个导航专业 这个和高德的背景有关 高德原来就是做导航的 那么之前呢 还是做专业导航的 所以说他突出这两点 从这两个slogan来看 那么就会区分出来 百度地图和高德地图 他们发力点不太一样 那么说到这呢 就不得不讲一段小故事 就是高德地图啊 原来是做这个导航的 那么后来呢 做地图 那么再后来呢 做到专业地图 还是收费的 那么由于他一直很专业 数据也比较精准 因为高德自己有自己的这个数据 所以说市场份额一直比较高 那百度地图呢 其实一开始啊 是市场的追赶者 他没有高德地图的用户多 后来呢 百度地图率先推出了这个免费策略 赢得了市场的一致好评 那么随着这个百度对于地图的重视 那么逐渐的啊 这口碑传播出去 然后获得了大量的用户 而高德地图呢 在那个时候走了一段弯路 所谓的弯路是什么呢 就是高德地图曾经把欧托欧 作为他的一个战略 想做商业化 但是呢 在高德地图上做的并不太成功 所以说高德在被阿里全资收购之后 彻底的转变了一个方向 阿里呢 也给高德地图的明确了他的指标 那么欧托欧 我们可能不用靠高德地图 那么我们只需要高德地图 把位置信息准确 把地图本来该干的事干准确 所以说高德呢 后来也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数据 还有导航上 当然 欧托这件事 百度地图认为 这是他们该干的事 这也更符合百度的基因 那么百度呢 他这几款啊 所谓的超级APP 他没有几款 对吧 手机百度 百度地图 百度浏览器 等等 那么在手机百度没有做出做起来之前 百度地图一直是百度系里面流量最大 然后用户量最大 普及度最高 也是知名度最高的一款产品 所以说百度地图呢 就承担着为百度系的其他产品引流的作用 所以说我们现在打开百度地图 我们看一看他附近 里面有很多订酒店 订外卖 打车 找车 出行旅游等等这样的信息 那么这些信息都是为自己百度系的产品做引流 里面有为百度外卖的 也有百度旅游的 也有去哪儿的 也有糯米的等等 这就是两款产品走向了不同的方向 那么产品定位上我们来看 百度地图定位在综合性本地生活搜索平台 很显然 他把生活作为了他的一个主打 那么百度地图 它已经不仅仅单纯的是一个地图了 它是承担着一个生活方面的一个综合性的入口 尤其是它的附近里面 包含了吃喝玩乐 那么高德地图的产品定位也非常的精准 它是致力于解决位置服务和导航的 那么两者的优势 差别比较大 那么百度的优势是欧托的种类 非常的丰富 能够全面覆盖出行的需要 那么如果你打开百度地图的附近 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欧托的服务 百度地图全都有 那么它的第二优势是提供了独有的旗行的路算和导航 这是高德没有的 那么高德只有步行导航 步行路算 而百度地图呢 率先提出这个旗行 那么我之前呢 也是因为工作的时候比较压抑 买了一个自行车 那我买完自行车之后总得溜弯啊 对吧 我溜弯的时候就想看一看 我这个路线怎么规划 当时呢 我打开了这个两个地图都打开了 当时还都没有这个旗行 旗行的这种路算和导航 当时作为一个产品经理 我就是当时在思考 为什么作为一个地图的应用 没有做这个旗行的路算和导航呢 其实这类的需求还是存在的 尤其是在当代 大家对这个健康 对运动特别关注的前提下 其实旗行是很火的 但就当我吐槽了一两个月之后 那么百度地图率先 做了这个旗行的路算和导航 那么显然的也验证了当时我的需求 那么高德地图的优势呢 在于两点 第一点 高德地图所有的数据都是自己的 它是自由数据的 那我们看无论是百度还是腾讯 还是其他的这个地图 它都不是自由的数据 它是买的第三方数据 那么所谓第三方 那么国内就两家有数据 一个是高德地图 还有一个是思维 那么百度腾讯都是买的思维 那么高德呢 用的是自由的 这是他的优势 第二个是专业导航 那么如果说在整个地图的领域 那么高德呢 可能是在第二位 拼不过百度 但是在导航方面 那么高德呢 也有着他自己多的优势 如果你看看现在很多司机 他们用的导航软件是什么 基本来说都是高德 这是高德的优势 第二点优势呢 就是安装包的占用体积比较小 这是高德的优势 可能百度地图呢 可能会60多兆 那么高德呢 可能只有20多兆 大概是这样的比例 那么为什么百度这么多 高德就这么小呢 就像刚才说的 百度地图里面 内嵌着大量的这种 auto的这种产品 所以他必然会使得 他的包比较大 那么高德呢 相对来上做的比较纯粹 所以他这样的包比较小 那我们下面来 从范围层的角度来看一看 两款产品在功能上 有哪些意图 首先说作为基础的 这种地图产品 他都提供了比较完善的导航和定位的功能 两家里在药木体验上下了不少功夫 那么高德呢 推出了自己的室内地图 还有积水地图 这些有特点的地图 那百度地图呢 推出了七星导航 热力图和全景图 还有违章查询等具有生活服务特点的功能 但是呢 这两者的这种特点功能 目前来看优势没有拉开 比如说高德地图的室内地图 他提供的地点还没有那么多 很多功能也不完善 那么百度地图提供的这个违章查询呢 是比较符合他生活服务平台这个定位 这是两者这个功能上的驱通 我们再来看一看表现层 表现层 那么大家现在屏幕上看到的两个页面呢 是百度地图和高德地图的首页 左边是百度地图 右边是高德地图 我们看两个的首页其实非常的相似 仅有一些UI层面的不同 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 我们说这两个APP 都采用了顶部半透明的搜索框 大家看顶部都有一个明显的这个搜索框 而且还都支持语音 这个几乎都是一样的 几乎都是一样的 那么底部呢 都用了半透明的这个type栏 右上角都有一个透明的工具栏 那么底部的type栏都采用了附近 路线 导航 我的 或者其他 都有这四个type 那么一些辅助的功能 都放在了这最后一个模块 我的 或者叫其他的这个模块里面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 两者呢 都把附近作为了第一个type 但是两者对于附近的态度 完全不一样 那么高德呢 主要把精力 放在了找附近的地点上 比如说找附近的厕所 找附近的银行 找附近的宾馆等等 而百度呢 则重点打造附近入口 把附近入口成为了一个auto的一个入口 融合了各种吃喝玩乐的功能 它就不仅仅是一个地点的一个功能了 那这是两者对于附近的这个态度 有着比较明显的区别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导航的页面 那么左边的这个呢 是百度的页面 右边的这个呢 是高德的页面 都是导航 我特地选的是同一个地点 同一个地点的导航 大家看两者 其实这个页面差异是非常大的 那导航的页面 百度的导航 地图依旧采用了主图的样式 而高德的导航采用了全新的地图样式 采用的是灰色高亮路线的方式 那么第一感觉上来看 那么高德地图的这种视觉冲击力 非常的强 但是强度过大了 就跟我们开车一样 对吧 油给大了 也不是一件好事 那么他用这种强的这种视觉冲击力 完全和主图不一样的这种图层渲染方式 那么给用户看来 难免冲击力过强 那么在于这种关键的道路上 百度不仅提供了语音提示 还提供了文字的描述 大家看 府通通大街这条路 他把这个路名称写了 而高德呢 默认是不显示的 那么这是一点点的区别 那么百度呢 这方面做的更为人性化 我们再来看看更重要的页面 就是路线规划的页面 咱们拿一个最通常的路线规划 就是做这个公共交通 还有可能是地铁 有可能是公交 也是同样的时间 同样的地点 同样的这个目的地 我们选择了路径规划 左边呢 是百度地图 右边呢 是高德地图 那么这两个页面 我们看有什么区别 首先说 百度地图非常贴心的给出了 可能错过末班车的提示 因为当时 我是在晚上 晚上九十点钟的时候 然后搜索的路线 那么百度地图提供了这个错过末班车的提示 而高德地图呢 它多提示了一个出发站 它多给了一个出发站 那么两者呢 给出了不同的信息 这两种信息 按理说都可以给 但是从重要度来说 我们出行都知道 往往你的出发站的站名 你是知道的 因为它离你近 而容易错过末班车 往往是用户不知道的信息 但又非常重要的信息 一旦你坐了一趟 末班车已经过的汽车 那往往就是万劫不复了 所以说我们对比就可以看出 百度提供了这个错过末班车的提示 它的重要性远远大于 高德提供了这个出发站的这个信息 那么再来看更加细节的一些东西 那么百度呢 提供了少换乘时间短的这些标签 并且呢 把这个标签都放在了比较显著的位置 大家看都放在了每个卡片的右上角 那么高德这类卡片有没有呢 也有 它放在了每个路线的左下角 那么从这个位置摆放来看 显然百度的这个位置 更加的醒目 更加的显眼 而且百度用的是单标签 单标签 而高德的用的是多标签 多标签用了不同的颜色样式 那么就会显得比较凌乱 反而不容易突出 另外呢 在这个线路规划的时候 在公交导地铁 地铁导公交 那么这类的时候呢 那么百度都在前面画了一个图标 公交车给你画了公交车 地铁呢 给你画了一个地铁 那么我们再看这个高德呢 就完全没有了 那么从这个标识性来说 还是百度更加略胜一筹 那么产品圈里面呢 我经常就是评价这两款产品 就是功能上 可能高德呢 更加的精准 尤其对于地图来说 它的一些信息啊 它的一些准确度啊 还是更高的啊 包括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司机呢 都会用这个高德 但是从产品体验 尤其是UI层面 那么百度呢 远远要胜过高德 这是我对两款产品 表现层上的一些判断 那么咱来看一看这个 单个路线的详情页 这两个页面的两者长得就非常的相似了 但也有一些差异 我们主要看一下差异 在这个路线规划的详情页里面 百度呢 给出了价格 而高德呢 没有给出价格 给出了生成截图的功能 这两个功能应该来说都比较重要 都很重要 因为在高德给出了这个生成截图功能之前 我之前一直都有把这个功能路线截图出来的习惯 方便查看 尤其是在这个室外 有的时候呢 流量不太够 或者是信号不太好 这时候我把提前规划路线截图出来 放在手机里 是很多用户经常发生一个行为 那么高德呢 在这里面提供了快递入口 是非常人性化的 那百度呢 给出了价格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必要的 尤其是在这个很多城市 对吧 这个公交出行 他们的这个成本越来越高的时候 那么百度给出的价格 也是非常符合用户的这种需求的 那么在这个分类规划的信息 两者呢 几乎都是相同 当然我们看 一些细微的差异 细微的差异 在视觉表现上 百度显得更简洁 而高德呢 显得相对来说 颜色呀 配色更加的凌乱一些 好 我们再看附近的页面 附近两个页面 也是大体相同 但是有些细微的差别 在附近的页面里面 百度采用的是 目的地 引导的这个引导 那么高德呢 则采用了地点 导向的引导 什么意思 我们看一看上面这个 那么百度的这个 是你的目的 目的导向 你到底是找美食 还是订酒店 还是周末去哪 你还是想看电影 你还是想叫卖外 这些都是以目的 作为导向的一种方式 我们再来看看高德 高德呢 是以地点为目的地的 比如说酒店 比如说银行 比如说景点 比如说公厕 那么这是两者 细微的差距 那么高德呢 显然更注重这个附近 对于地点的查询 而百度呢 更加的对于 你最后去的地方的目的 作为导向 从用户需求来看 百度更符合用户的需求 那么从世界表现上来说 那么两者的差距是比较大的 那么高德这个页面 显得比较拥挤 尤其这块比较拥挤 那么百度用着大的色块 它是比较明显的 那么在功能上呢 高德提供了这个天气的信息 在右上角提供了这个天气信息 那么百度呢 下面都提供了很多它的一些导流 比如说外卖啊 比如说糯米啊 这些功能 结合了百度系的其他产品 这是两者的一同 好 我们做下本次课的小节 我们说随着技术的进步 和互联网的发展 我们说未来手机地图的功能 那么以及 因手机地图为核心的一些周边功能 都会变得越来越丰富 也越来越方便 人们对它进行使用 方便我们的生活和出行 那么在这个移动时代 那无论是 纯地图的一些功能 比如导航啊 定位啊 路线规划 还是一些幕后辅助其他产品 做的一些搜索啊 社交 欧托 那么手机地图都将成为 互联网产品 不可替代的重要一环 那么这也是为什么 所有的大型的公司 都有旗下的地图产品 比如说BAT都有 那么现在整个手机地图的行业 也带有着非常浓重的BAT的色彩 我们说百度旗下 有自己的百度地图 阿里旗下有高德地图 那么腾讯旗下呢 有腾讯地图 但是三大地图选择路线上 其实比较大的差异的 那百度地图呢 选择了探索欧托 那么高德地图呢 深更LBS 主要打的是位置信息服务 而腾讯地图呢 有点低调 突出了一个街景功能 并且呢 利用这种微信啊 滴滴打车呀 这种入口进行切入 那么在未来 那么手机地图这个行业 三足鼎立的这个概况 应该没有太多变化 尤其是以百度和高德为主 基本来说统领的一个市场 那么其他厂商很难 与这两强相抗争 好 最后呢 来看一下本节课的思考题 那么如果你把你自己想成为 手机地图APP的产品经理 你将如何规划 未来的产品发展 大家可以试想 你是百度地图的产品经理 或者是高德地图的产品经理 你将如何规划你的未来 好 以上呢 就是本次课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听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 热门产品分析 这整套系列课程 也欢迎大家持续收听 超载老师在麦子学院里面 其他相关课程的讲解 谢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次课再见 感谢大家